另外在公刷新闻方面 美国知名房地产企业瑞麦地产 在位于南加州的阿凯迪亚市 设立的新闻店 约近日正式开幕 这间总面积达到80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 有三个设计精美的会议室 以及包括咖啡吧和室外餐厅在内的多种设施 确保前来咨询的顾客和在此工作的房地产经济 都可以享受到一个舒适的环境 这个办公室为了就是要 让下一代的房地产销售能够更快 然后价钱卖得更好 有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过来我们办公室 看看我们所有办公室的 我们最近也会跟附近的 叫做Local的做一些不同的活动 包括理财的部分 他们像我们对面有Charlesworth 他们一直跟我们谈 就是说如何能够促进这个社区 让大家更知道就理财跟买房的结合 与此同时在当天的开幕式上 众多地产经济也汇聚一堂 共同探讨近年来美国地产的状况与走势 现在就是第一次购屋的跟换房子的客户 还有就是投资来做收入的这些客户们 大家通通都拥进我们的市场 所以我们今年2020年一开春就非常非常的忙碌 那如果你要买房子的客户一定要抓紧机会 趁着夏天还没有来 房价还没有再大涨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赶快来进场买房子 因为利息各方面条件还是对你们很有利的 瑞麦地产于1973年在美国丹佛市成立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 成交额最多的房地产经济集团之一 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超过7000家门店和11万5000名经纪人 凤红卫视林汉琴洛杉矶报道 请点赞扭讯